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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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这些时都已经听见了 总而就是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界明 这是人所当进的本分 在《生命记》六章二节 摩西解释说 敬畏上帝是遵守他的界明 所罗门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讲到 敬畏上帝并遵守他的界明 是人所当进的本分 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讲到我们得救是本福恩 但是上帝的恩典 是不是就免除了我们遵守上帝的界明? 不是的 保罗接下去说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女造成的 唯要叫我们行善 因此上帝的恩典 并没有免除我们应有好的行为表现 而耶稣也没有淡化上帝的律法 反而耶稣高举律法 并且鼓励我们遵守律法 怪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恩典 遵守他的律法 来表明我们敬畏上帝 就是我们尊重他并且敬爱他 接下来我们看《每天敬畏上帝》 《生命记》六章十三节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 侍奉他 指着他的名起誓 敬畏上帝不是单单遵守他的界明 如果我们敬畏他的话 我们就要使他 成为我们唯一的主 我们要一生来侍奉他 耶稣将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目标 将定在他的身上 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 我们必须决定 忠于我们所敬畏的那一位 这一点也是宇宙之争的意义所在 因此第一位天使鼓励我们 放弃敌人的行列 而站到上帝的身边来 接下来我们探讨我们 如何才能将荣耀归给上帝 以利米书十三章十六节 而我说你们的上帝未使黑暗来到 你们的脚未在黑暗山上半跌之先 当将荣耀归给他 免得你们盼望光明 他使光明变为死人成为幽暗 荣耀上帝和审判密切相关 例如启示录十四章十七节所讲的 伸出链刀来收割 用链刀来收割是表示一个审判的时刻 荣耀上帝也是悔改和放弃罪的表现 各位我们通过接受上帝的要书 和按着他的原则生活来荣耀上帝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保罗鼓励我们 在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要荣耀上帝 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 要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来荣耀他 唯有这样 我们只能从巨派的审判中解放出来 就如看一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所讲 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已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据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自己世上也如何 爱女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女陷着刑法 惧怕的人 在爱女未得完全 我们爱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而我们都更加认识上帝的爱 以爱来回应上帝 最后我们来看 谁能敬畏上帝 把荣耀归给他? 凯事录十四章十二节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上帝的戒命和耶稣真道的 接受第一位天使的呼召 敬畏上帝 将荣耀归给他 使我们恩着上帝的恩典而成圣 圣徒遵守上帝的戒命 和拥有耶稣的信心 耶稣战胜了撒旦 是因为他对上帝忠心 我们也要因耶稣的胜利而得胜 凯事录解释说 未来的荣耀将流给得胜的人 在这里不是讲律法主义 这是通过耶稣基督而得胜 靠作耶稣完美公义的人生 唯有这样 祂才能够赐下永生的应许 这是付诸行动的信心 祂在信徒生命里面 改造他们的人生 和神奇的恩典 最后在《历代愿望华尔伦》说 真正的信从是出自内心的 耶稣的信从也是出自内心的 我们若愿意 祂就会使我们的思想 与目的同他一致 使我们的意念 完全符合祂的旨意 以至当我们信从祂的旨意时 也就等于是再履行自己的意愿 这样我们的意志受了惹念 就必要以作祂的功为最大的喜乐 当我们以认识上帝为至上的特权 来认识祂时 我们的人生 必成为经常信从上帝的一生 由于仰慕基督的品德 并保持与他交通 罪恶对我们 就会变得可争了 的确 我们要以认识上帝为至上的特权 来认识祂 唯有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慈爱的时候 我们只能有出自内心的敬畏 和过一个荣耀祂的生活 好了 我们今课概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